保龄茶室出现一次食物中毒事件 现在风波越演越烈 大部分的通报民众都曾经吃过炒果条 另外也有部分的人吃了滑蛋河粉 或是喝过香兰叶果汁 在事件曝光之后 保龄茶室董事长曾经表示 都是素食很安全 但有专家打脸分析 台湾常见的现任长赶俊 自身造成食物中毒 曾经引发肝衰竭猝死的案例 也就是所谓的炒饭症候群 另外有医师怀疑 这一次致命元凶可能是米酵菌酸 只要一毫克就能致人于死 卫生局人员进到台北市信医区的素食餐厅 保龄茶室里在狭小厨房仔细裁剪 检查卫生状况 因为这群疑似食物中毒的民众 除了最早有人吃了保龄的炒果条 香兰叶果之外 也有人曾经因为吃到滑蛋河粉 出现呕吐卷带 病人的酸中毒比较厉害 都从器官衰竭的现象 不到两天的时间就转家户病房 目前是没有培养到这些常见的 常会到感染的细菌 游医师怀疑是感染到不常见的细菌 像是超强毒素 米酵菌酸 主要是来自保存不当的发酵米 米类制品 还有朝时间在不良环境浸泡的黑木耳 都有可能产生 只要一毫克就能致人于死 过去在中国曾爆发酸汤子中毒事件 造成食用的一家12口中有9人死亡 河南有女子使用变质的凉皮 不幸丧命 这一个毒性算是比较强的一种毒物 细胞的呼吸作用 就会因为这一个毒素而无法进展 脑部的细胞缺少能量 而死亡之后你人就死掉了 优食品专家点出 过去也有比历史学生 韦伯加热放了好几天的意大利面 吃下毒后 结果出现腹痛呕吐 最后被家人发现一觉不起 相应结果显示是因为 现场感军导致食物中毒 引发肝衰竭猝死 有个医学的名字叫做炒饭症后 吃完炒饭以后 甚至有人死亡的案例 因为仙人长感军 大概在这些里面的食物 如果说你煮熟了放在外面 超过两个小时以后 他就会开始滋生 医生提醒每一人的身体状况都不同 再加上摄取量也不一样 只要曾经到过这一家餐厅用餐后 出现胃寒恶心高烧不退 只要提高警觉 竞速就医 记者为前曾建国 谎民生的特务好斗